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唐纳德 特朗普的主要政策立场 这位共和党的预备候选人 正准备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 与卡玛拉·哈里斯对决 随着乔·拜登的退出 特朗普的竞选策略有了新的转变 尤其在他遭遇刺杀未遂事件后 他开始塑造自己为团结的象征 特朗普的政策重点围绕着经济 移民和法律秩序 并试图将这场选举变成 对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公投 他不仅承诺重启第一任期的政策 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第二任期计划 包括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 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和加强贸易战 然而 特朗普在某些重要政策上却不够明确 比如他承诺在24小时内 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 针对能源问题 他计划逆转拜登的绿色政策 并强调对化石燃料的支持 在移民政策上 他的强硬立场将成为竞选的核心 包括恢复边界围墙的建设 和对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军事行动 在贸易上 特朗普提议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 并对中国的贸易关系进行大幅削减 他的犯罪政策则包括扩大死刑的使用 并与进步检察官展开激烈对抗 此外 他的美国优先 外交政策将减少对盟友的防御承诺 并质疑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持 在生育权方面 尽管他在最高法院的影响力上感到自豪 特朗普却在堕胎问题上 比许多共和党同僚更为温和 最后 特朗普在医疗保健领域的承诺仍然模糊不清 他一再表示要取代奥巴马医疗法案 但具体计划却未能出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源于Telegraph 详细探讨了唐纳德 特朗普在其成为共和党预备候选人后 面对卡玛拉哈里斯 竞选美国总统的背景下的主要政策立场 文章提到 乔拜登在退出竞选后 特朗普此时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团结的象征 而批评民主党对其构成生存威胁的煽动性言论 特朗普的策略是将此次选举是 做对拜登哈里斯政府的一次公投 关注选民最重视的问题 经济 移民和法律秩序 在他的政策计划中 特朗普不仅重申了他第一任期的既有政策 还推出了一个更为详细和雄心勃勃的第二任期计划 其中包括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 重新思考美国外交政策和加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 此外 他还承诺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 尽管他的具体策略上不明确 特朗普计划以超越其前任的方式测试总统权力 特别是通过行政命令将数千名职业公务员 替换为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筛选的政治任命者 并由特朗普亲自设计的公务员考试加以选拔 在能源政策上 特朗普以钻探 宝贝钻探为口号 承诺逆转拜登政府向绿色能源的转变 恢复化石燃料的生产和补贴 并对电动汽车这一拜登政府的重点领域表示怀疑 移民政策一向是特朗普竞选中的核心 他计划恢复其在美墨边界的围墙建设 并派遣美军打击墨西哥的毒品集团 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驱逐和边境逮捕行动 他还计划恢复对几个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 并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进行意识形态筛查 在贸易政策方面特朗普提出 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 并对那些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国家师 以更高的报复性关税 尤其是大幅削减与中国的贸易联系 特朗普在犯罪问题上的立场依旧强硬 他计划扩大死刑的使用 特别是针对人贩子和毒贩 并与自由派地区的进步检察官对抗 在外交政策上 特朗普继续坚持美国优先原则 计划减少美国对盟友的防御承诺 尤其是北约 并暗示可能允许俄罗斯 对不符合支出承诺的北约成员国采取行动 他还质疑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 并暗示能够与普京达成协议 以结束冲突 在生育权问题上 特朗普在推翻美国的宪法保护的 堕胎权利问题上表现的 比许多共和党同僚更为温和 他反对全国性的堕胎禁令 认为应该由各州自行决定如何限制堕胎 谈到医疗保健 特朗普一直誓言要废除奥巴马医改 尽管他承诺用更好的系统取而代之 但具体计划从未披露 在他的第一任期内 尝试废除该法案的努力 也未能成功 在对特朗普政策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待其意图和潜在影响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引发贸易紧张 并可能导致产品价格的上涨 从而影响消费者 此外 他对化石燃料的支持 可能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可能会在短期内促进某些行业的发展 在移民政策上 特朗普的强硬立场 可能会引发人权组织的批评 并可能对国际关系 特别是与墨西哥的关系造成紧张 其极端的移民措施 也可能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 外交政策方面 特朗普对北约和其他国际承诺的削弱 可能会影响全球安全结构 而与俄罗斯的潜在妥协 可能会引发对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的质疑 在国内 特朗普在犯罪和死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可能会引发对司法公正的争议 而对堕胎权的立场 则可能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辩论 综上所述 特朗普的政策往往是大胆且有争议的 可能会导致国内外政策上的重大转变 这些政策在共和党内部和更广泛的美国社会中 都可能引发广泛的讨论和分歧 特朗普试图通过这些政策 凸显其总统执政风格的独特性 并再次将自己塑造成 美国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六度解析节目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的政策在经济方面 展现了他的强硬立场 这是他获得支持的一大原因 他承诺透过降低税收和加强贸易壁垒 来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回流 这在过去曾经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加 根据统计 在他的第一任期内 美国的失业率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 这显示他的经济政策确实有一定效果 再者 他的美国优先政策 在外交上意味着 美国将不再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 有助于将资源投入到国内需要的领域 这样的立场 无疑是在强调美国自身利益 并且能够在全球经济竞争中 获得更大的谈判筹码 然而 特朗普的政策存在极大的风险 尤其在国际情势方面 他的美国优先策略 实际上可能导致美国的孤立 削弱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 对于北约的冷淡态度 更是引发了盟友的不满 这将大大削弱西方阵营的凝聚力 此外 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的策略看似强硬 但实际上可能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研究显示 这些关税成本最终往往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导致商品价格上升 这样的政策不仅会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也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 对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利 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的强硬立场 亦是他的一张王牌 通过严格的边境管控 他保护了美国的劳动市场 确保低技术工种不被非法移民大量占据 这对于经济底层的美国公民而言尤为重要 据统计 特朗普时期的非法移民逮捕人数显著提高 这表明他的政策确实能在短期内控制边境流动 此外 他对毒品集团的宣战也体现了 他维护社会治安的决心 这在毒品问题严重的地区尤其受到欢迎 治安是每个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特朗普的严厉措施应获得认可 然而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被批评为过于严苛 且缺乏人道精神 他的政策不仅限制了非法移民 还影响到合法移民 例如增加签证的审核时间和难度 这些措施可能会抑制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 进而影响到科技和创新领域的发展 据一些报告指出 这样的政策对于美国的科技产业造成了潜在损害 因为许多重要的技术人才来自国外 此外 对于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军事行动 可能导致更大的外交危机 甚至可能激化矛盾 这些都是需要谨慎考虑的风险 特朗普对能源政策的立场 展现了一种实用且直接的策略 透过重新开放化石燃料的开采 它将降低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这在全球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不善加利用时浪费 在它的治理下 美国曾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这不仅增强了国内能源安全 也创造了大量高薪工作 此外 特朗普对电动车的怀疑立场 可以被是做对市场多元化的尊重 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选择 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可能是短视的 只着眼于眼前的经济利益 而忽视长远的环保问题 科学家们一致认为 气候变迁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而特朗普的政策却可能加剧这一问题 化石燃料的开采和使用 是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政策只会使得美国在未来面临更大的环保压力 从长远看 许多经济学者认为 像绿色能源转型不仅是环保的需要 更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此外 电动车市场的快速发展显示出其巨大的潜力 特朗普的怀疑态度可能使美国在这场全球竞争中落后 我是评委合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就特朗普的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每位辩手都展示了其独特的见解 并针对经济 移民和能源等多方面进行了辩论 首先 楚天书强调了特朗普政策在经济方面的成功 尤其是失业率的下降和美国优先策略 对国内资源的重新配置 他的论点有其道理 但是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些政策对国际关系的潜在影响 如谢琪琪所指出的 特朗普的冷淡外交政策可能导致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减弱 经济的回暖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上能够继续保持主导地位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 在移民政策方面 楚天书认为强硬的边境管控是保护美国劳动市场的必要手段 然而谢琪琪提出了该政策可能对科技创新和合法移民的影响 两位变首在此议题上均有可取之处 但我认为楚天书过于强调短期的经济利益 而忽略了移民多样性对美国长期发展的重要性 移民不仅是劳动力来源 更是文化和创新活力的源泉 在能源政策方面 楚天书的立场似乎更为实用 凸显了美国能源独立的重要性 然而谢琪琪的观点则指出了环保问题的必要性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长期考量 当前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已经不容小觑 楚天书未能充分考虑到环保与经济之间的平衡问题 投资于绿色能源不仅是环境保护的需要 更可以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总体而言 这场辩论展现了两位辩手各自的观点和立场 楚天书的发言强调了特朗普政策的短期成效 而谢琪琪则更侧重于长期影响的评估 我认为 任何政策的评价都应该综合考虑短期与长期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 在未来的辩论中 期待双方能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为观众提供更多元的思考视角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